哈喽大家好,我是常恋 前几天,普京在中俄元首会谈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近年来,中国的发展有了巨大的飞跃 这使得全世界产生了真正的兴趣 我们甚至,说到这里,他突然停顿了一下 似乎在沉思着什么 然后又继续说到,我们甚至有些羡慕中国 一时间,普京羡慕中国成为了舆论界的热门话题 老实说,这段话令人感到自豪的同时 其实挺令人唏嘘的 当年的老大哥,世界两霸之一 曾一度是我们学习和赶潮的对象 也曾一度让美国处于下风 俄罗斯今夕的强烈对比,发人深思 苏联的深刻教训,警钟长鸣 普京的感慨,让我想起了几段苏联历史 我们以戈尔巴乔夫为对象 来透视那几段令人警醒的历史 戈尔巴乔夫已经盖棺定论 但作为反面教材的意义,永远也不过时 长脸还是老节奏,先聊历史 戈尔巴乔夫出生于1931年 他成长的青年时期 恰好是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 否定苏公的时期 他那一代苏联青年的思想深受毒害 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种子有此重效 1989年苏联东欧巨变时 这一批人正是主力军,年富力强 而且是各个领域的中间力量 苏公的中间和苏联的解体 这批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戈尔巴乔夫正是这批人的领头羊和代表性人物 其家族历史也深深影响了他 在回忆录里,戈尔巴乔夫曾说 他的祖父外祖父,还有他夫人赖沙的外祖父 都在苏联初期的社会主义探索中 受到打压,监禁和政治迫害 他说自己是一个出生在受害家庭的人 这段家族历史让他一直耿耿于怀 可以说他对苏联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仇恨是刻骨的 尽管他质疑仇视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 但是作为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他还是爬上了苏共高层 可见隐藏之身 同时时事也给了他重大的机遇 他在担任苏共总书记之前 伯列日涅夫已经执政18年了 老铁们都知道 在苏勋宗的领导下 苏共党风极坏 到了戈尔巴乔夫当政时 苏联已经积累大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 面对人民的深切期待 没有实打实的去解决问题 而是将一切归咎于政治和制度 提出了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论 把问题的矛头指向了苏共和马列思想 在道路和旗帜这个根本问题上 他比当初的赫鲁晓夫走得更远 他还放任鼓励爆刊对苏共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批评 从1986年开始 在全苏联丑化苏共 抹黑苏联成为一种时尚 坚定维护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 却遭到无情的诽谤和侮辱 插局题外化 这像不像韬哥时代的后期 拉回来 继续说戈尔巴 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一件事 几乎轰动了整个苏联 1988年 列宁格勒工学院 一个名叫尼娜安德列耶娃的女教师 是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 因为对抹黑苏联的思潮实在是看不下去了 在苏维埃俄罗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为 我不能放弃原则 文章批评了这股反思历史的潮流 提出了当时的舆论界 许多不正常的现象 比如非正式组织活动 宣扬应该实行西方的议会分权制 否认苏联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 恶毒攻击苏联历史等等 文章发表之后 很快被加盟共和国地区城市报纸 转载937次 一些苏共党组织开始讨论 安德列耶娃本人所在的工学院 也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 社会各个阶层人士成千上万的信件 其中超过80%的来信 充分肯定了作者的看法 然而这篇引发了轩然大波的文章 自由改革派将其视为保守势力 和苏共旧势力的反攻倒算 苏共中央接连两天 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对策 在格尔巴乔夫的言道和授意之下 安德列耶娃这篇文章被真理包定性为反改革的宣言书 而安德列耶娃则被称为改革的敌人 斯大林分子保守派的总代表 借此事件 格尔巴乔夫做了重大人事调整 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思想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 利加乔夫的分管工作被调整 由分管意识形态改为分管农业 他的工作被从美国回来的雅科夫列夫解替 雅科夫列夫这个人值得好好说一说 他30多岁就进入了苏共中央 并被作为重点培养对象 是二战后苏联的第一批到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留学的四名学生之一 1983年雅科夫列夫出任苏联科学院 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研究所所找 并当选公开性委员会主席 后来他成了苏联公开性运动的指挥者和急先锋 被称为公开性之俸 戈尔巴乔夫正是雅科夫列夫的伯勒 1983年雅科夫列夫利用与加拿大总理的私人关系 在戈尔巴访问期间为提升其党内威望前后奔走 得到了戈尔巴的大为赞赏 1985年戈尔巴上台之后 雅科夫列夫连升几级 帮上了苏共宣传部长 一跃成为党内主管意识形态的主要人物 从此雅科夫列夫变成了戈尔巴乔夫的影子 和替身说戈尔巴想说而不方便说的话 做戈尔巴想做而不方便做的事情 戈尔巴在1995年接受俄图书评论报采访时 也坦承两人的紧密合作 莫斯科新闻这样形容两个人的合作方式 雅科夫列夫先在理论上提出某种思想 随后这些思想便会成为戈尔巴乔夫言论中的日常口号 1985年雅科夫列夫上书戈尔巴乔夫 提出民主性公开化多党制总统制等一系列全面的政治改革建议 这些建议奠定了他在戈尔巴乔夫智囊团中的首要地位 在掌握了意识形态大权之后 雅科夫列夫开始四处做报告发表讲话或撰写文章 鼓吹所谓的民主化和公开性 他还安排所谓的自由派人士出任一些报刊杂志的主编 雅科夫列夫不加掩饰的赞扬西方国家 肆意诋毁苏共历史 以公开性和多元化为幌子 动摇和取消马列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地位 鼓吹多荡之 同时在雅科夫列夫主持下 1988年12月苏联停止对西方电台的干扰 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 自由电台 BBC 德国之声 日本NHK 德意志电波电台等各种电台和电视台 蜂拥而入 涌进苏联 大肆抹黑苏联历史 并向苏联人民讲述欧美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 雅科夫列夫另拨款400万卢布 进口了20种西方国家的报刊杂志 供人民阅读 此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言论甚嚣沉上 整个苏联的历史 整个社会主义的历史 已经被抹得一团漆黑 苏联意识形态领域的大地彻底崩塌了 以上种种 很难说此人不是西方的卧底 而戈尔巴又是他的伯乐 两人如同一人 真的是巧合吗 再来说一说戈尔巴的几个趣事 陈一仙先生的一篇文章中曾提到 这位表现欲极强的苏共领袖 最感兴趣的不是研究国际民生 而是热衷于西方媒体对他的高度赞赏 他的助手博尔金在《回忆录》里曾这样详细写道 戈尔巴乔夫经常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大声朗读国外对他伟大改革的高度评价 甚至一口气可以坚持朗读数个小时 这里插句题外话 老铁们 当我们摸不准自己的行为与判断的时候 看看敌人的反应 当敌人表扬我们的时候 我们就要小心了 拉回来继续说戈尔巴 除了赞扬之外还有实实在在的赠语 那就是金钱 戈尔巴乔夫的身边人员回忆 自从他上台不久 美国 英国 德国的资产阶级垄断集团 便以稿费的名义 向他赠送了大量的美金 他的夫人赖莎的一本著作选择美国出版 大票领一次就付给了300万美金的稿费 西方的吹捧和收卖 成为戈尔巴乔夫完全背弃社会主义的巨大动力 所以当波罗的海三国民族分裂势力 在波罗的海沿岸搞200万人手拉手运动 公开喊出打倒苏共脱离苏联的口号时 他不得不按照西方的要求 撤出派往波罗的海控制局势的空降兵部队 由波罗的海三国开始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整个苏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 陈贤义这篇文章还提到了一个让人非常感慨的事情 在圣彼得报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布尔什维克 对我们说苏联的解体如果说都是因为戈尔巴乔夫 并不完全对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大党 当时值得总结的问题很多 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 面对西方在思想领域的进攻 我们不仅无以应对 更主要的是我们的领导层完全站在了西方的一边 西方说我们因为经济没搞好 说我们因为大搞军备 这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长期以来脱离了人民 我们忘记了列宁建党时对人民的承诺 我们严重脱离了人民 老铁们 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起源地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 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 苏联也是我们的反面教材 在吸取其经验教训的基础上 我们更加坚定的走在我们自己的道路上 达瓦利西 你知道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在哪里吗 我在地图上找不到他们 没有了 再也没有了 我们失败了 白匪和资本家再一次骑到了我们的头上 如果你要追随那颗红星 去东方吧 穿越地涅伯河 翻过乌拉尔山脉 西伯利亚平原的尽头 那里燃烧着熊熊的烈火 老铁们 还是我半年前 关于戈尔巴乔夫去世那期视频的那句话 苏联就像一场梦 一场红色的梦 但它仅仅只是梦的符号 因为我们真正梦的是镰刀和锤子 正如普京所说的那样 不怀念苏联的人没良心 想回到苏联的人没脑子 我们怀念的是那一抹红色 以及那些纯洁的同志 我们也无法否认苏联的存在 对推动世界进程的巨大意义 因为曾经的那里 试着创造一个没有剥削 没有压迫的净土 曾经的那里全是理想 全是憧憬 无论戈尔巴乔夫是否上台 苏联的解体 或许也只是早晚的问题 但苏联的存在 还是努力的留下了历史的印记 尽管他已经忘了自己的初心 尽管红肠已经恢复了成绩 尽管他是一次大胆的尝试 也是一个优秀的反面案例 是苏联一次又一次的揭开了资本主义的嘴脸 是苏联将红色的火焰燃烧到世界中间 是苏联证明了无产者能用镰刀和锤子 称其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老铁们 理想或许总是太过遥远 但当克里姆林宫的红旗缓缓落下 我们不应该忘记 曾经有个国度叫苏联 而我们更应该记住 在赤旗升起的东方 还有位追逐红色日出的少年 是苏联 诺业在旅程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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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